幸福正当 为你买单 妈妈呀 是手机重要 还是我重要 我为我爸爸妈妈的职业感到骄傲 他们做这份职业 只是为了让去世的人走得更好 我放山高 愿意得到来 我对小孩可以重来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所推出的幸福账单 本节目由富方 阿娇将 俗家 冠名播出 我是薰宝 我是玉宝 我是龚宝 我们是幸福账单 刚快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报账人 我们 Bringing Up Seed 亲爱的人 亲爱的人 亲爱的人都揭手前进 亲爱的人都想见以及 我们的城坡充满浪 充满羊 你们好 来 认识一下 我叫陈琳 来自山东维方 我是苏仁 我来自印度西京 印度 我是何世俊 我是来自印度的曼尼普省 我是来自中国学医学的 你是学医的 我叫陈琳 来自印度 达吉林 谢谢 三位都是来中国学医 对 是我的干儿子 干儿子 你怎么有三来自印度的儿子 三位都称我中国妈妈 这话怎么讲 跟我们说说 我们家开着一个小酒吧 我经常去那里帮帮忙 然后我喜欢唱歌 我就用他们的音响练练歌 店里的店员都会说英语 这些留学生就很喜欢到我们店里去玩 时间长了呢 我们的感情就越来越好 我就感觉这些一国他乡的孩子们 在中国留学确实是不容易 我和我的老伴呢 就经常做些饭菜 让他们聚一聚吧 时间长了呢 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似的 一起叫我老妈 再见的我呢 就习惯了 我现在成了一大群的外国留学生的中国妈妈 哎呦 能告诉我为什么到中国来学医吗 这边的留学学费还是不是很高 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实习 我们大三大四的时候都是我们主任医师 到我们去医院 然后给教我们很多 有个临床医术 然后在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医生的社会地位 还是很高 如果我们完成之后回国当医生 会还是很好的事情 是 很好的职业前景 对 是不是 那在咱们印度是说会到中国来留学 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吗 比如补助等等的会有吗 他们这些留学生 因为中国政府给了我们医学方面的扶持计划 他们这些孩子们才能到我们中国来学先进的医疗技术 回去他们就能从事医生工作 你对哪方面感兴趣呢 其实我对心脏内科 心脏内科 然后肿瘤科还是没有趣的 那是高精尖的呀 心脏内科和肿瘤科都急需高精尖的人才 对啊 治病就人啊 你也是大夫吗 我的天哪 你喜欢哪一个科目 内科 外科 内科 内科 你也是内科 内科 真的很需要耐心 他也是内科吗 你也是内科 真好 听说有人会唱民歌啊 对啊 他是唱印度跟印度民歌唱的最好 而且他印度民歌也不错的 真的 那你先唱一段印度民歌好不好 让我们听听你家乡的音乐 然后再唱一段中国民歌好不好 真好 看看 林林保佳 我们と nick猪 但是去照顾 让你出 trem 政府唱到墙 太疯无法 太疯狠了 天哪 有ис 他也比你 Afond 至于我的人 ft 人人哪个都说 一望三号 一望哪个三岁 好风光 路相随俗了 我想印度有没有过春节的习惯 对 这个我们那边没有 没有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咱全中国都放假 对 我估计你们留学生也放假吧 肯定有春假 是吧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聚在您的身边 是 那时候超市什么酒店 酒饭馆都放假 我就说不行 咱就把年夜饭改在酒吧 就请这些外国朋友们 一起最多的一次 你知道多少了吗 多少国家吗 三十多个国家 我的妈呀 三十多个国家 当时我不知道 挺好的 你好像开联合国会议的 联合国会议 我不知道 我就为我女婿 我说怎么这么多 有黑的有白的 她说妈 你知道什么 今年咱们这个春节 不是一般的春节 叫国际春节 是 在一国他乡也会有一份安全感和归宿感 对对对对 有很多这个留学生给您发来了这个视频 一起来看一下 是吗 怎么问候咱们这位中国妈妈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们是印度到中国学习医学的留学生 加油 谢谢 加油 好 今天这个中国妈妈带着三个来自印度的留学生 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要报奖什么样的账单 我想给这些留学生每天天起劲儿约起 那春节聚会的时候三十多个国家 每个都坐着自己的一员 我是想让他们这些留学生多多的高兴 试试过 我这个中国老妈也就值了 好的 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让舞台交给你们 加油 60秒倒计时准备 3 2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澎湖的洋洋 我爱你春天澎湖的洋洋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澎湖的洋洋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治好 我永不随美的恩赖陷阱 我的母亲 我永不随美的恩赖陷阱 我的母亲 我永不随美的恩赖陷阱 我的图 150秒的挑战时间 为你们加油 谢谢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吧 给留学生孩子们天天乐器 吉他 杯子 碟子鼓 6100元 好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的也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加油了 好的 加油了 请不用挑战 谢谢 好的 为他加油 3 2 1 挑战开始 150秒的时间 他整体的速度稍微有点慢 节度有点慢 没办法 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6100元的账单 拿出您的手机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剧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保障人 大家好 你好 我叫孙雪 来自安徽淮南 是一名魔术师 魔术师 我以为你是个钓鱼了 我这儿没雨 你跑这钓鱼来了 没钓爱好女 这两个大鱼钓总算了 今天我就要用这个鱼钢给大家表演一个我们中国的传统魔术 现场钓大活鱼总给大家 你看看 来来来 哪有 哪有鱼钢啊 你这叫汉地钓鱼 今天这个魔术我想请龚岩老师来表演 我来指挥大家一下如何 真的吗 来 你拿着鱼钢 我拿着呀 双手拿着 对对对 姿势要摆好啊 马步扎好啊 好嘞 眼睛看好了啊 准备 一 二 三 走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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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鱼啊 你这 就因为你们鱼钢没打好 知道吗 不是 可能是你看到这条鱼 鱼没看上你 鱼没看上你 这鱼子这么挑呢 这鱼 要手手敏捷 第三 就要看运气了 好嘞 那我们再试一下啊 好 准备 一二三 走嘞 真有啊 上钩了 还活的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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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放在我的鱼缸里面 对对 赶快放到鱼缸里 其实这姑娘不光是魔术师 你还是位杂技演员 是不是 对 我比较擅长就是护拉圈 在2018年3月27号 我刷新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以一分钟内接住并旋转245个护拉圈 发现了新的记录 所以今天这位姑娘准备在 幸福账单的舞台上 来挑战一下自己 一分钟245 是目前的金丽斯世界记录 对 之前我保持的是245个 那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我想超越一下自己 挑战一下自己 倒计时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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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开始 这里面是多少 六十个 扣二 刚才姑娘手里有一个 然后下面有一个 258 258个 她用了其实25秒左右的时间 对 不到30秒的时间 看了今天的金属帐单 那我想电视机前 有很多朋友要过来挑战你了 30秒之内 您能接住多少个 这样的胡拉圈呢 现在30秒的时间 是258个 258 来告诉我 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 七千元的魔术道具的钱 明白 好的 那舞台交给你 还有一分钟 可以为大家展示 更加精彩的内容 好 谢谢 60秒倒计时准备 3 2 1 2 4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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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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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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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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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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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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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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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9 9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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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间有差不多两米多的距离 是没有任何可以去补救的东西的 来吧 程轩自己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七千元的魔术道具的费用 好的 七千元魔术道具的费用 恭喜你小许 报账成功了 谢谢 来吧 一会喊出节目口号好不好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报账男 欢迎你 酷酷的 您好 您好 认识一下您是 大家好 我叫李栋 我今年50岁 我来自山东自博博山的一个小县城 您戴着眼镜 我因为眼睛 我怕光 我能换个眼睛吗 行 好 50了 这么年轻啊 您像个音乐人一样 真是 气质像艺术家一样 我们的编导跟我说 您的眼睛曾经出现一些问题 是这个原因吗 眼睛是这个在医学上叫上脸下垂 就是这个上眼皮发紧 抬不起来 内眼角 外眼角呢就绷着 从我出生第一天开始呢 眼睛又重大残疾 亲生父母呢就把我放在这个医院门口 养母呢 那个时候正好在我们家的县城医院 伺候她的表姐 伺候月子 养母就出来买早点 正好 看见一个孩子 看见小孩 在月门口 对 就捡到了我 那时候养母成家了吗 还是个大姑娘 养母刚结婚还不到半年 自己还没小孩 没有 就把你捡回去了 对对对 养母和养父非常的好 他们都普通的工人 为了我 他们给我做了11次手术 眼睛呢 现在是从小右眼失明 我的作严呢是0.4 他们相当好 因为他们都普通的工人 那11次手术 他们也花费不少 因为他们的工资 那时候我记得 养母的工资比较高一些 是34块7 养父是31块2 做一次手术100多 两三个月的工资 对 特别难忘 在我童年的时候 他们没有穿过一次新衣服 都是那种工厂发达 那种70年在那种 蓝色的工作服 工装 对 工装 穿着工装 那他们自己有孩子了吗 后来 为了养育我 动手术 他们挽约了自己的孩子 就我弟弟 四年 四年之后 才要了自己的孩子 对 有了弟弟 而且他们那些好吃的 有一点糖啊什么 他们先让我吃都是 也是心疼你 是 特别好的那个老人 你干嘛这么动情 是你想起了 你自己童年的时光 还是动手术的时候 动手术的时候特别难 因为他没卖过鞋 小的时候不懂 总觉得他们脸上 就很虚弱那种感觉 一会儿就躺下 我也不太懂 大了以后呢 他知道就是说 他没卖鞋 给我动手术 养母养父的去世呢 与他没卖的鞋 有直接关系 所以你自己心存 对 歉意 但是五十岁了 你成家了吗 成家了 那个爱人特别好 爱人是一个残疾人 有一年吧 我家一个亲戚结婚 酒席上有一个 就很瘦的一个女 女人 养母就正好坐在她身边 就给她夹菜啊 问她 原来她是刚离婚 她残疾儿都听不见 她抱了一个 十个月的男婴 就是我的大儿子 就你们俩就成了 是吗 养母给搭了个桥 搭了个桥 对 一个红娘 因为她耳朵听不见吧 刚认识时间不长 有两个月吧 养母又和养父商量 我们把他们的工资 拿着给她做了两次手术 因为她耳朵残疾嘛 这对老人真的 就把一辈子都给别人了 是吧 然后你跟你媳妇 有自己的孩子吗 有两个小孩 生了两个孩子 生了第一个呢 遗传了我 也是看不见 悠言 又要了一个 还是这样 还是遗传的问题 但是孩子很争气 特别好 我那三个孩子 都是班长 仨班长 对 相当厉害 相当厉害 懂事 今天孩子是陪着爸爸来的 对 对 因为爱人本来要来吧 可能平常营养不好 阴阳跟不上吧 就 我大前前住院了 就动了手术 我会把那个小孩带来了 能见见吗 你可以啊 来吧 好孩子 来来来来 你好 你好 来 二位班长好 三道杠 看什么 三道杠 三道杠 我的天啊 大队长 大队长 了不得了 俩班长 来 俩班长 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来自山东省资博士 然后我是一名赞向学生 第一点 小班长 小班长 大家好 我叫李志豪 来自山东省资博士博山区 我今年11岁 这俩孩子特别淡定上来之后 真气 他说淡定 有这种气势 孩子你是刚眼睛做完手术吗 我们三个刚做了手术 我说呢 你也 我也刚刚做了 他们刚做了 我刚看见这还有一点肿呢 对 真坚强 好孩子 你能告诉我 你从小忍受着 这样的病痛的折磨 你怎么能够这么棒呢 这么优秀 反正就是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看看 真的是内心强大 对 心态放得开 宝贝 还有一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们俩 但是我相信 你们足够强大 你们知道爸爸妈妈的职业 是不是 知道 是做什么的 你愿意跟我们说吗 就是给死人穿衣服那种 我们叫 入恋 入恋师 你会因为这个心里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 因为靠自己劳动挣钱 没啥丢人的 我也觉得说 说得好 靠自己能力挣来干净的钱 没什么丢人的 不丢人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你能告诉我 你怎么做上这个职业的吗 做入恋师呢 是养母去世的那天晚上 在我怀里走的 就是总想让她 走得体面一些 但是没有钱 老婆就说这样吧 咱们自己把妈妈 打扮得好一点 漂亮一点 让她不再愁了 也不再忧了 就从此就开始 做入恋师了 就是第一次 是为妈妈的后世操办 对 为养母 给妈妈化了妆 给她买了一身 最好的棉衣 棉裤 棉鞋穿了 让她暖得灰灰的 对 化了妆 擦了口红 从那时候开始 就做了这个职业 对 是 这个职业对你有困扰吗 有困扰 因为很多时候都不方便 我们见面从来不说 给人家握手啊 从来不说再见 也不说欢迎光临 也不给人家打电话 最难忘的一次 是我老婆同学聚会 她的一个特别好的小闺蜜 把她叫去了 说这么多年没见了 说 但是同学们一看到她 就有好几个人 就当场就走了 没办法 她的同学就跟我 按人说 你这样吧 你先回去吧 说 好像不太吉利 好像 她又回来好哭 很难过的 孩子 你是 你们俩都是班长 你在同学当中 会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 她就处理得特别好 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是怎么处理的 宝贝 我就这样说 就是职业 她不分贵贱 如果 别哭 没事 职业确实不分贵贱 好孩子 没事 没事 宝贝 别哭 看着 看着阿姨 看着阿姨 没事 真的职业不分贵贱的 你说的是对的 你坚信自己内心的 这是对的 没事 阿姨 宝贝 我听说你有一封 什么信 要给大家念念 这是给谁的 告诉我 什么信啊 给我父母的 给爸妈的 对 爸爸妈妈 能念给我们听听吗 今天来到这里 有一些话要想 爸爸妈妈和大家说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我并不觉得 你们当如脸是有什么不好 因为我知道职业是不分贵贱的 你们努力工作 也是为了供我们上学 还有我的同学们 因为我是班长 平时对你们比较严格 你们有时候不愿意听 就说我爸爸妈妈 是跟死人穿衣服的 凭什么听我的 我要跟你们说 我为我爸爸妈妈的职业 感到骄傲 他们做这份职业 只是为了让去世的人 走得更好 妈妈甚至经常 不收别人的钱 他们甚至不希望 家里的生意好 他们不仅仅是 给死人穿衣服的 他们对死人 都怀有这个爱惜 更何况是活人 我喜欢电脑机 平时在学校里 能帮别人修理电脑 我觉得我能够 当好这个班长 我将来还要 当一个有用的人 报答爸爸妈妈 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 他其中的两句话 他说 妈妈经常 不收别人的钱 甚至不希望 家里的生意好 因为我爱人说 多一桩生意 就让我们的条件 改善了 但是又一个家庭 又是一个亲人 宁愿自己过得苦一点 也不愿意生意太好 生老病死 是自然的规律 其实我觉得 能够送往这份职业 才最让人值得尊敬 因为你们面对的 那份冰冷 只有用你们的手 去暖 谢谢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跟你握握手吗 谢谢 我们见面从来不说 给人家握手啊 好像不太吉利 好像 他们甚至不希望 家里的生意好 多一桩生意 虽然我们的条件改善了 但是又一个家庭 又是一个亲人 来吧 告诉我你们的账单 看看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 他两个要动手术 要花这个 一万五千块钱的手术费 就盼着能有 一万五千块钱 把他俩的眼睛再治一次 真心地希望 这家人能够通过 来 加油 来 加油 六十秒到即时准备 三 二 谁知道有何你 相遇在人海 命运如此安排 从小人无奈 这些年过的不好不坏 只是好生少了 天娘的存在 而我渐渐离乏天娘 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 有多少爱 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 值得等待 但感情依幸惨天惨海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一百八十秒的挑战时间 这是所有的姐妹 对一家人的祝福 加油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 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千元 给孩子们治眼睛的费用 来吧 老爸加油 请步入挑战区 加油 李先生将接受挑战的两个儿子 再给你加油 来吧 努力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有点悬 有点悬 太遗憾了 没办法 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一万五千元的账单 自动进入到账单分享时刻 拿着您的手机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账单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 幸福账单回应下一位爆炸 都说那有情人结成眷属 为什么银河隔断双心 虽有灵性一点痛 却我的老眼纷飞各系多 老眼纷飞各系多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您是口音 我是来自山东省 威方斯林 重庆三妹子 我叫丽萍 大家都喊我鸭肠妹 我说这口音不像是山东的 老家是重庆的 然后去了山东 去了山东怪 你是做什么呢 鸭肠 对啊 大家都喊我鸭肠妹 是因为原先我承包了我们当地屠宰场的鸭肠 做起了鸭肠生意 我现在也卖一些鸭货 还有妈妈亲手制作了一些重庆的特色菜 今天我也带了一些给主持人你们尝尝好吧 那就上吧 来吧 上吧 上吧 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鸭掌 鸭头 鸭针 鸭脖 鸭翅 对对对 都齐了 还有鸭蛇 鸭肠 先从鸭肠开始吧 先来鸭肠妹的鸭肠 这是我亲手做的 真的吗 真是辛苦了 这个绝对干净 而且吃得非常有营养 好不好吃 比市面上买的好事多了 真的 真的 甜辣口的 对 入口没那么辣 但是后劲挺大的 对对对 证明辣椒好 辣椒不错 妹妹 你现在在做这个生意是吗 对对对 和我爸妈一起做的 刚才我就没好意思问你 出来唱那首歌有一点 淡淡的悲伤 可以这样说吧 因为我觉得活到至今为止 我人生 因为太善良吧 选择两次错误 第一是因为我在19岁的时候 认识我前夫 那个时候他一见我就特别地喜欢我 又是跳楼 又是自杀 相追 然后我吧 我相逼让你嫁给他 对 我就觉得 可能这就是爱情嘛 他那么爱我 都我跳楼 我应该追随他到山东来 到他老家 然后我就同意跟随他来到山东 这种极端行为 我真是觉得不可以提倡 对 真的不可以提倡 然后这是一次 你觉得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对 然后第二次吧 在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 他说想去上学 学了个船员 你学出来工资比较高 他说想改善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他在家里 也无所事事的每天 那不如去学一点东西 我感觉挺好的 我就支持他 我在家里挺了大肚子 然后洗牙场供他上学 他自己以前没有任何积蓄吗 他之前没过多吗 他没有没有 我从广东跟他过来的时候 他就 对我们这是一贫如洗的 一贫如洗 落婚 对我们所说的 对对对 然后呢 以为他学成以后 生活会越来越好 对 但是没想到他 竟然告诉我 他喜欢别的女人 他说是我太强势了 然后我一气之下 就跟他离婚了 说我现在就是还是单身 带着孩子 事情过去很久了 我也觉得 从阴影里面走出来了 现在我和我爸妈 还有我妹妹 还有我的孩子 一起生活 平时慢慢辣椒酱 慢慢压祸 唱上歌 感觉生活也多姿多彩的 也没觉得怎么着了 现在我今天 能给大家讲这么多 也是奉劝 这个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 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觉得人家那个 花言巧语了 或者是极端的行为 追求你 你就会感动 其实那不叫爱 真正的 经历过了 你就发现 真正的爱情 不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爱情 真的不是这样子 对 对 你在恋爱过程当中 采取过的最激烈的行为 是什么 绝食 不吃饭 不吃压祸 真的 有吧 有 大概有 就这个意思吧 但是没有做过太极端的 就是说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吃饭 对 你这属于撒娇 你呢 我就是自残 怎么呢 这不是那么夸张的 就那种 比如说两口子会吵架 我这个人当时比较暴躁 你知道吗 就吵架之后 你想我就开始捶自己 我哪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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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哪错 然后我媳妇就 你没错 没事我错了 你知道吗 就这种方式 那你们这俩都属于撒娇型 我想问问你呢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真的呀 对 那是王老师有咯 没有 因为我们俩 遇见的时候已经三十 相对来说比较 成熟的爱情 对 希望大家有相对成熟的 这种爱情的心态 所以妹妹今天也挺大胆的 到这儿来 不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做的这些好吃的 而且想告诫年轻的姑娘们 极端行为的爱不是爱 真正的爱是天长地久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那份爱情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今天很开朗 对呀 我其实很喜欢她的 你看圆乎乎的 想什么叫圆乎 你怎么叫我葫芦娃 喜庆 喜庆 你就是属于特喜庆那个 吃一欠掌云至幸福在后头 而且爱笑 爱笑的女孩 很好命 对 没错 告诉我你带了一张什么样的账单 我的账单是4280的 带全家回去旅行 回家看老家 好 那我们才交给你 我们先把这些车下去 谢谢 谢谢 来 加油 六十秒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 连名字里都说错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一等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一百七十秒挑战时间 很好 而且我相信这一百七十秒 不光是给你的歌声 而是你给大家的这份告诫 谢谢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4280块钱 4280元 带着爸爸妈妈回重庆 好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也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笔包 加油 那加油了 来吧 李平就要接受挑战了 看起来特别有信心是不是 加油 3 2 1 挑战开始 对了 节奏不错 左脚要控制好 左脚要控制好 右脚没问题 来吧 第二关 说实话 第二关对于姑娘来说稍微会有一点点难度 落地的时候那一下很难发力 是 是的 加油 来吧 第三关 好嘞 来了 将来来了 卖过去 没事 回来 是可以的 不要被他带着走 卖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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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想着工作 跟工作在一起的时候想着孩子 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 我女儿就是 我跟她玩的时候 爸爸您得把手机拿开吗 或者有时候我还真放在身边了 她会把手机拿走 是的 然后再跟我玩 以前我给儿子听血 我不知道这么大的孩子 是不是要开始听血了 对 然后我一边听血 我一边处理着我自己的公务 她说 妈 你要是不想听 你就不要听了 我自己没血吧 你是要我还是要手机 她都快哭了 她觉得你是她的负担 你知道吗 有时候孩子会说一句 妈妈呀 是手机重要 还是我重要 你选一个 然后呢 有时候我回家 我会备课 因为我是老师 我会备课 你是老师 对 然后 妈妈呀 是你的学生重要 还是我重要 都重要 不要让你和学生之间 让他选择 但是你可以让你和手机之间 让他选择一下 拿这帮小人是我的 你是我的 手机边上 这是可以的 好 妈 宝宝 确实 确实 这个方法特别好 就是用心来陪伴 真的 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的一个通病 我是过来人 我拖个大 因为我孩子上初三了 比他大一点 我孩子经历过的 跟我哭诉过的 我不想让这个孩子 或者更多的孩子所经历 你是老师更能明白这一点 好的 宝贝 是我的家长 就这么处理 成不 行 就这么办了 每天半个小时是你的 说至少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你的 你妈说了 剩下的 他该教学生教学生 该挣钱挣钱 该干嘛干嘛 成不 成不 好孩子 好的 特别懂事 来吧 母女俩 一张什么样的账单 一千八百六十的学习机 学习机 想买个学习机 让你妈教你 来吧 主台交给你们 加油了 六十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 一海为沙 请长风收回千遍万花 我想等高一望 这天地的土花 一场火别 跟白云花为千年冰险 轻轻泉水灰尘 世间一轮行月 你心我心和儿为意 我方山高 和你的岛来 天天起 五四愁一带 从阳关到沧海 千年痴月 心已满怀 一百五十秒的挑战时间 妈妈要加油了 该次确认一下赵南心额 一千八百六十元的学习机 学习机一千八百六 来吧 加油 请不如挑战吃 加油了 三 二 一挑战开始 没办法 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 分享时刻 一千八百六十元的账单 进入到了这个环节 只要你拿出手机 参与我们遥遥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 现在你拿着等什么呢 赶紧摇起来 幸福站单 欢迎下一笔包张 我站在这舞台很荣幸 自我介绍给您听 我来自东北黑龙江省 小小的县城市方正我酷爱东北大鼓如生命 高春艳就是我的名 来 给我介绍错了 对 高春艳 来自黑龙江 高春艳 您是东北大鼓的演员 对 我原来是 曾经是一位中学的数学教师 后来就是现在工作在县城文化馆 是文化馆的一名研究馆员 我还是一位东北大鼓演员 我这一生用几个字来概括 就是痴迷于东北大鼓 怎么就迷上了呢 对啊 小的时候 看着那东北大鼓演员 到我们村里演唱 一下就迷住了 一眼千年 然后迷上之后 就打算从事这个吗 找人学还是怎么着 那时候就迷上这个大鼓 曾经被我的父母 把行李扔到外边 抗逃了 把我撵出家门 说你学这个要饭这行 你远点要 别在我们眼皮底下丢脸 因为在我们父母 他们那代人的眼中 唱东北大鼓 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行业 但是我因为痴迷于东北大鼓 不顾父母的反对 起早贪黑的 上山上挖药材 攒钱 然后星期六星天和寒暑架 背着我的父母四处拜师学艺 当时喜欢的不得了 就自己都说不清 为什么会迷上他 也许这就是缘分 要想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迷大鼓这个过程 最好是把我 把我那个道具上来 真的吗 来 来 来 介绍一下就是我当时爱上这个大鼓 背着父母到处学艺 当时没有这些道具 你看这手拿板和鼓箭子 打着鼓 它声音好听 您听 好听 什么打都好听 对 但是当时没有这些道具 我没有这板 我就拿剪子代替 没有这鼓箭子 我就拿筷子代替 没有鼓呢 我就拿一个葫芦瓢 葫芦瓢 靠到康顿里 邦邦 天天敲着葫芦瓢练习 把这手 我像剪子磨出一层层的血泡 你家瓢是不是经常换啊 经常换 所以我在学艺的过程当中 所受到的艰辛 一般常人无法体会 就是我在学艺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艺人 就是讲叫 任邦失掉钱 不把艺来传 非常保守 没有办法 人家不教 我就只能在农闲的时候 到他们说书现场去偷艺 有一次呢 为了自身的安全 我穿上我哥的棉大衣 戴上狗皮帽子 把锅底灰 往脸上一抹抹的 黑黑的 把自己打扮成 一个乞丐的模样 时冬腊月天 我夜行几十里的路 往返几十里路 到他们演唱的现场 去看他们的演唱 最惊险的一次就是 我利用周末的时间 要过河去几十里外 一个艺人家去学艺 我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也不耽误我周一上学 星期天的晚上 我必须要返到家中 当我走到河边的时候 百度的人已经走了 过不了河了 我集中生智 把身上的长裤脱下来 然后我在河边抓一把野草 把两个裤脚子扎延了 把裤腰用树枝十字交叉 织好了 我抓两个裤脚子 把那裤子往水里一蹲 砰的一下 这裤子就起来了 当救生圈用 对 我就趴到那上过河 过到一半的时候 一只裤脚子炒开了 裤子没气了 我就落水了 喝了好多汤 差点没淹死 剪条小命 这个事一直都没敢 告诉我父母 那后来怎么又干上 那个数学老师 数学老师是怎么回事的 那是为了实现父母的心愿 因为在我父母的心目当中 教书与人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行业 是 很高尚 尤其是我的母亲86年去世的时候 临终弥留之际都已经不能说话了 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手都转不上 还在抓我的手 嘴唇直抖 她想说什么 其实我能领会到 我似乎听到了她那个强烈的哀求声 就是孩子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课 你要考上一个正式的老师 那一刻我无比的惭愧和内疚 我哭喊着向我的母亲表示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我一定要考上一个正式老师 所以86年我母亲去世之后 我是化悲痛为力量 发愤读书 87年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阿诚师范学校内招班 我们全县只考上了三个人 我的分数最高了 我接到录取通知书 第一时间我泪流满面 买上香和纸和我母亲爱吃的东西 我就到她坟前去祭拜 我跟她说 我说这个世上 听到我考上正式老师的消息 最高兴的是您 所以我第一时间向您来汇报了 我说您放心 我一定会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我不再要教他们知识 我还要教他们孝道 让他们感恩父母好好学习 但是也请母亲您原谅我 我不能放弃东北大公 因为我太爱她了 今天您的幸福账单 是要带来一张什么样的账单 我是想申请一把三弦 价值2999的 能让初学者练习的一把三弦 来吧 亲上舞台 来 有了 60秒到计时准备 3 2 3 2 人气旺 一经的稿跟松手往兜里装 旧属老猪我 醉猪说行 断了大锅饭 我这演谈就要饿不上 我历史的改编 目前就坤的呀 我这想出快速发财 妙计良商 请恕我不能介绍老猪快速发财 其次不要下行 因为时间不够长 150秒的挑战时间 再去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2999 2999 置办假话事的费用 加油了 谢谢账单金额 好的 以东北大谷为生命的数学老师 高春燕老师将接受挑战了 高老师请你加油了 来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了 150秒的时间 没办法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2999元的账单 进入到了账单分享时刻 拿出您的手机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处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谢谢 幸福战单 欢迎下一位抱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乐队 来吧 来吧 来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新音乐组合 很高兴来到幸福张丹这个舞台 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一名音乐老师 我叫李小丽 我身边两位漂亮的女孩呢 是我的学生 我左边这位呢 她的名字叫做徐明卫 大家好 我叫徐明卫 来自美丽的山东济南 今年11岁 大家好 我叫赵欣然 宝贝你刚才在弹这个是吗 这就打 这就打好不好 不是 再打这个是吧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小表情 它好玩 是吧 特别投入的感觉 老师他俩都是跟您学的 对不对 是的 是吧 他俩这架子鼓 也是我教的 学多长时间了 这个小朋友学的时间比较长 是吧 对 他大概学了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四五年的时间了 我听说孩子们和老师 还准备了个小鸭子是吗 是的 你跟我们说说什么小鸭子 宝贝 是一首曲子 来啊 来吧 是演奏还是演唱 是演奏的 演奏的 来吧 来 让孩子们展示一下 你来吧 我们是要做什么 周兴老师要打鼓的 我要打鼓的 他这么一许人 小赵尔知道该干什么了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八下 九下 很能装 真能装 我发现了你就是个细精 老师带着两个孩子来我们 幸福账单是要做什么 宝贝 跟我们说说 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妹妹 但是呢她在妈妈肚子里熟 就生病了 她的病十分罕见 出生就需要做手术 然后爸爸妈妈就又担心又着急的 嗯 一边照顾着生病的妹妹 一边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非常辛苦 所以我想送给爸爸妈妈一份礼物 是一次短途的旅行 让他们好好的放松一下 嗯 你呢 我的心愿是小时候 在我八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分开了 然后我跟着妈妈生活 然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 她自己身体也不好 所以我想给妈妈买一台按摩椅 这样妈妈累的时候 腰疼的时候 就能给她按摩一下 嗯 这是孩子语言带来的一个心愿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真的是这样 咱们家有咱们家需要克服的困难 别人家有别人家需要克服的困难 是吧 我们一起努力啊 宝贝 告诉我 你们俩的这个幸福基金 加起来是多少费用 一共五千元 哦 一共五千元 五千元 来吧 舞台讲给你们了 来 60秒倒计时准备 3 2 2 3 2 3 4 5 1 1 五十秒的挑战时间 老师要加油奔跑了 好不好 再次缺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是五千元 五千元的幸福基金 给两个孩子的 选海星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 海星舒适变频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 也会获得有海星舒适变频 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老师加油 请步入挑战区 加油 好的 小朋友们最爱的李老师 将要接受挑战了 加油 来 三 二 第一挑战开始 看得出来有点害怕 没办法 遗憾地宣布账单取消了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五千元的账单 拿出你的手机参与 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 还在等什么 赶紧摇起来 谢谢 幸福站单 欢迎下一笔包张员 一口火一口炒清手 小伙狱 手牵手 爱情地大王 半斤袖 把天长的酒 捠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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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周莉 来自四川 四川 四川 您唱的是一个 心相意手牵手 对 它有点流血 对 流行的味道 但是它的价值又有点川剧的味道 17岁之前我就是唱川剧的 你唱川剧的 对 我对他的感觉是又爱又恨 为啥又爱又恨 我父亲 他是一个川剧演员 川剧演员 对的 你算是自成赋业了 从我的记忆里吧 我父亲就一直在外面唱戏 家里面就是我妈妈一个人 总四个人的庄家 总四个人的庄家 对 非常辛苦 而且身体非常的差 因为家里穷 我高一没有读完 我就辍学了 跟我父亲学唱戏 那学唱戏挺苦的 很辛苦 但是我父亲 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 你怎么能 这个应该从90年的时候开始说吧 有一天我演出完了以后 喉咙非常痛 而且很难受 我就使劲呼 就呼出了那个谈中呆有血 我心里一下就感觉很着急 找到我爸爸以后 我跟他说了这个情况 但是我爸爸当时听了以后 他没怎么大意 就是好像没怎么 无所谓的样 对对对 不在意这会事 就是说 等一会你先拿一点药吃 我找医生拿药的时候 医生检查以后就说 你这个喉咙发炎这么严重 必须输液消炎 否则的话就会大出去 大出去 我当时心里很害怕 我心里就一下就有感觉 很怪我爸爸 怎么不关心我 怎么不管我呢 所以喉咙发炎严重以后 晚上的演出也取消了 第二天的时候 我爸爸就直接把我送回家了 他又回剧团去了 所以说后来呢 我在家里边治病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一个杨师傅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想离家出走 你是有点叛逆吧 怎么说呢 年轻的心里就这样想 想出去闯一闯 那瘦你多大 当时我只有不到17岁 就跟着杨师傅 对 他在海南开餐馆 到了海南以后 我就住在杨师傅的家里边 住在杨师傅那个小饭店里面 白天就给他洗菜洗碗 晚上就是两条板凳一拼 这就是我的床 干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两年 而且我干的那个工作 就是现在工地上的产沙子 那个很苦的 我记得我现在记忆忧心的 当时我身体很差 刚开始干这个装 半天装不了一车沙子 装不了一车 就这样慢慢地就干了两年 坚持了两年 这么两年的时间 16岁的小孩就没有后悔说 我还不如听我爸的 好好在那唱戏 也没有 就是那股劲上来之后 掰不过来了是吗 从来没想到这 然后两年之后怎么办 回去了 两年之后赚了一点点钱 要带回家嘛 当时我回家的时候 我叫我妈 我妈不敢认我 怎么了 她一直看着我 因为我当时出门身高 只有1米58 回去的时候 我长到了1米78 而且身体壮了 好的 而且比以前穿的好了 最后我就说 妈 我是周丽 我妈就这样 一下抱着我 一下抱着我 就一边哭一边说 一时他和爸爸说我 因为我现在不在人世了 就是这种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身体很差 对对对对 一直哭 这中间你就真的很心 完全没跟家里联系过 你看看 没有没有 那个时候也不好联系 关键是 打个长途电话 可以 那个时候是我心里有一个隔阂 我对我父亲生我父亲的气 现在你长大了 你现在远不止18岁的少年了 青年了 你现在还会对父母 当时对你的态度有所借地吗 当初恨过 在我20岁以后 那次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我就对我父亲不恨了 现在对爸爸没有芥蒂了 可是有的时候 孩子这关过了 爸爸妈妈那关 有的时候还挺难过的 直到你今天要来 爸爸还发了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好吗 来 拍一看 儿子啊 爸爸是本事不该的人 当天爸爸要学 也是为了一个家 以后都出学 爸爸已经关系不得 做父亲的责任 自从你离开家庭 从而走之后 爸爸很是担心 因为你缘由 怕你在外面出事 你看 爸现在是80多岁人了 只能在你面前说着 忍不起 孩子啊 爸知道你是一个很懂事 小警服务的人 今天你又上了中央电视台 爸 为你骄傲 儿子努力吧 我想在这里给我爸爸妈妈说句话 谢谢 来 来 来 给你镜头 爸爸 妈妈 儿子在这里 只希望你们健康的 开心的 快乐的生活 韩普什 对 这就是做儿女最大的信念 开心健康就好 老爸虽然没有能够培养出一位出色的川军演员 但是能够自食其力 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凭着良心 凭着本事 凭着力气做事 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是的 是的 来吧 舞台交给你 加油 六十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 一颗呀小白眼 张嘴上说旁 人而生 张嘴上 手往着背脚 微风吹 吹得绿叶沙洒香若微 太阳照着 雨也扇迎光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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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眼 小白眼 她葬我夜长 同我一起手鞭炮 带着眼光 一齐手鞭炮 一齐手鞭炮 一百三十本的挑战时间 必须加速奔跑好不好 divorced League Nature And Gracias motivates到 Six fascinating 谢谢 西三好 加油 暂时缺一下账单基儿 给女儿买一台电脑 SEC radar 3,600元 给孩子买电脑 shaking 比总的情况 �一个看看 加油 加油了 谢谢 来吧 周莉将要接受挑战了 你可是有川剧功底 给我们一些惊喜 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大肠嘴 我的天哪 我此刻竟无言以罪 遗憾地宣布账单取消了 各位 账单分享时刻 三千六百元的账单 现在拿着你的口气参与 我们的遥遥活动 可能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包张人 嗨 大家好 我叫邓华 来自哭南衡阳 他们都叫我梦哥 皮影哥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 无法遗产保护名录 南越横三 第十九代代表性传承人 谢谢大家 你是出来啊 还是不出来啊 露出庐山真面目 来来来 你好 皮影儿 最好小时候经常干那个 而且你知道人家从哪儿来吗 从哪儿啊 南越横山 哎呦 我天呐 咱俩应该算第一道老乡嘛 可是嘛 你可是咱们何一言的媳妇儿 国家来人了 国家来人了你 你去解好 摇得不得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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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不恰 不是 你能搬一下吧 就是你吃不吃 我第一次去恒山的时候 就恒东 恒阳的时候 他说 恰不恰 我说 恰不恰 你说 恰哪儿 恰哪儿 恰不恰不恰 就是你吃不吃的意思 但是真的 这个我去过这么多次老家 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这个是现代的皮影系 嗯 跟我们讲讲 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这个是纸张做的 哦 纸张 对 经过专业的那个 那个加工以后 特别坚硬 很坚硬的 你看 你看 您怎么做上这个皮影的 这个传承人 说来还要话长了 就是我小时候呢 最高兴 最开心的事 就是 看皮影 给爸妈回老家吧 去看那个露天的皮影系 我长大以后吧 就是说 看的那一波老艺人吧 老师傅们吧 还是那一波人 哦 所以我就想 我长大了 他们都老了 是吧 七八十多了 就是说 现在皮影现在已经面临 就是说 断代和后继无人的 尴尬境地了 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 常说说 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吧 这个不能光说 对不对 是 是 就是说我就想 就自己学了这个 爱他 怕他 吃船 对 怕他 那你是怎么专业做这个 也不是 其实我是歌手 你也是歌手 也是做这样的表演 对 明白 后边还有好多呢 你曾经玩过没有 没玩过 咱试试这个 能教教我们吗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来吧 来 幸福正单 为你买单 这个手情还挺像的 手情一样的 你看看我 好 我的手情 像不像 来 握个手吧 你好 你好 我要转个身 我能转个身吗 转不了 转不了身 我能转个身吗 来握握手 好好的 来来来 你好你好 你好 马依 你好 朱旭 你好 敬慧 怎么过完年之后 你又胖了呢 你也没瘦多少 咱俩背靠背一下 你看我们有没有 这个夫妻像 你看看 背靠背有啥意思 面对面 对啊 我们拿到前面去看一眼吧 我现在向大家 简要的介绍一下 这一处皮影戏 是秦香林和陈思美的故事 有两个 一个文官 一个武官 对不对 文官就叫王丞相 王丞相 就是王 对 那你这武官了 武官是赵师徒 陈思美是谁 陈思美 在这呢 陈思美是马月老师 太适合你了 什么叫适合我 本色出演就好了 那今天您来到这儿 是报章什么样的账单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我的那些 那部师傅们吧 都是七八十岁老人的 他们呢 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 他们最大的心愿呢 就是说 到咱们祖国的首都北京 看看毛主席 看看天安门 所以说我想报一个 那个旅游战单吧 明白 带老人家来 这个北京聊一聊心愿 对 一定的 明白了 好的 加油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您 给我们展示一下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二 天晚上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相识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 150万的挑战时间 希望你加油 加油了 再次签一下账单金额 多少钱 六车岩的旅游账单 谢谢 六千元旅游的费用 得老一人 加油 来 为我挑战区加油 走 来 接下来我们的邓先生 这么快就开始 我今生看来竹林要独行 那情意被你好紧 我还已经变得不再是我 150万的挑战时间 希望你加油 加油了 再次签一下账单金额 多少钱 六车岩的旅游账单 谢谢 六千元旅游的费用 得老一人 加油 加油 来 最挑战区加油 走 来 接下来我们的邓先生 这么快就开始 太着急了 但是没有办法 当您战上游戏那一刻 游戏就要开始了 所以只能选择这样的结局 账单遗憾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 六千元的账单 自动进入到账单分享时刻 拿出您的手机 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也想报销 您手中的账单 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没错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上您的账单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儿等着为您买单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 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博微信 XCCTV幸福账单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 进行互动了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下期再见 没问题 你可以采访我 先把我递擦了 先把我递擦了 就是一辈子 他一直在认真的 在做这一件事 我的白细胞很高 我增长人是十万 我八百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大小一身地东山腰 江湖危险 快点跑 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